韩国时间2019年7月2号下午1点15分 马上就是相鹏走进赛场的时间 十几分钟之后 相鹏将在这里完成人生中第一次成人级别公开赛的历练 临近上场之前 负责相鹏这场比赛的场外指导 活拼教练陈启 不断地对相鹏嘱咐着上场了之后 要注意的地方 虽然诺大的训练馆里有些嘈杂 但相鹏听得格外认真 比一般运动员更早换上了比赛服 相鹏开始检查自己的球拍运动鞋 记录比赛的小摄像机 仔细收拾着行囊 这一切的流程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但今天又感觉有些不同 这场比赛被租委会安排在了T3球台进行 在前一天下午适应性训练的时候 相鹏专门在这块场地里和队友热身 可当来自匈牙利的对手站到了球桌对面 他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紧张 他迫切地需要用怒吼和跳跃来释放自己有些拘谨的情绪 很快拿下一局 但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相鹏开始有些把握不住场上的节奏 局间休息 汗水悄悄地在相鹏的脖颈间滑落 面对相鹏有些战红的年轻面旁 一直注视着比赛的陈启告诉他 打得简单一点 重回赛场 相鹏在场上逐渐坚定起来 场外教练陈启不断地响起掌声 对相鹏是鼓励也是一种提醒 最终相鹏一4比1的大比分 完成了自己在韩国公开赛上的首秀 走下赛场 教练陈启对相鹏在比赛中的表现并不满意 而相鹏自己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了自己的紧张 就是陈启比赛对手的水平 还有那些经验 都比青少年要高很多 就整体我感觉就是水平高很多 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 因为第一次参加城比赛 休息也不太好 就是老醒 然后就是比较期待的就上午的比赛 就连紧张 整个比赛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释放一些 对 上次打的时候其实就好多了 没有那么紧张 还没打的时候就比较紧 之前教练给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沟通吗 就是让我不要有太大压力 然后放开打 别怕输 就把这次比赛当做一个积攒经验的机会 人们第一次知道相鹏的名字 是因为这位小将曾经在两年前将大满贯张继科逼入绝境 两年后相鹏觉得自己变化很多 更加成熟 就是可能综合实力比以前强了 然后反手比以前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相鹏 则是因为他恰好和日本乒乓球的希望之心张本志和处在同一年纪 相鹏也被很多人与张本志和开始进行比较 确实是跟大家有一定的差距吧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找着追赶上 打好下一场是相鹏唯一的目标 日本小将张本志和的神话还在继续 东京奥运在即 备战奥运显然是美职队伍的主旋律 16岁的相鹏用一场胜利宣告自己 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来说 16岁已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年纪 在赛场上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青色的国平名字登上世界名人 越来越多年轻的国平名字被人们所关注 这也许正是国平长虹的奥秘 十六岁 十六岁